根据迈克·汝德的事工研究 耶稣是于公元28年即创世以来 第4028年雅比越14日上十字架 对应的时间是那一周的星期三 星期三晚上就进入了大安息日 因为那是除教节的开始 耶稣在日落前被安葬 十余月节的晚餐正是在星期三的晚上 即雅比越15日的晚上 因此三天三夜的算法 是从星期三晚上作为第一个晚上开始算起 星期四的白天是第一个白天 星期四的晚上是第二个晚上 星期五的白天是第二个白天 星期五的晚上是第三个晚上 星期六的白天是第三个白天 耶稣是在星期六的白天结束之前 即日落之前复活的 因此七日的头一日 即星期日 玛利亚去坟墓前观看 才发现耶稣不见了 根据从天文和农业角度 校正后符合圣经的西伯来阅历 今年的余月节 雅比越14日落在4月16日日落到4月17日日落之间的这一天 今年余月节的晚餐是在4月17号日落之后的傍晚 即雅比越15日的晚上 从4月17日晚上作为我们纪念耶稣在坟墓里的第一个晚上算起 4月18日的白天是第一个白天 4月18日晚上是第二个晚上 4月19日白天是第二个白天 4月19日晚上是第三个晚上 4月20日白天是第三个白天 这样才满足三天三夜整的时间 在4月20日白天将近日落之前 耶稣复活 这也是我们纪念耶稣复活的正确日子和时间 耶稣的死为我们胜了死亡 使我们在黑暗权势面前不再惧怕 祂的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而且那是耶稣复活的大能大力 也将在末后的日子祂再来时 赐给我们一个有水和圣灵驱动的新身体 这正是耶稣对尼哥迪姆所说重生的奥秘 由于耶和华的历法不同于传统的犹太历和太阳历 而是一本活着的历法 每一年雅比月开始的日子也不尽相同 需要根据耶路撒冷附近一定范围内的大麦初熟的程度 并两个见证人肉眼观测到新月的出现 来共同确定西伯来新年开始的那一天 因此每一年我们庆祝耶稣融入圣城 纪念祂定十字架以及祂复活的日子 所对应在功力上的日期都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的眼目与神的行事力对齐时 我们才能找到祂所做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日子 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在对神的谦卑认知和深深敬畏里 做到与祂同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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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